Hi 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OLI的能量教學小教室 今天呢 農曆七月快要到了嘛 所以我們主要是要教大家 怎麼樣為農曆七月準備房子的 進化能量 先把家裡面進化好 欸我們有很多的 敏感體質的朋友都會覺得說 這樣子在農曆七月的時候那個 干擾的感覺 會減少蠻多的 這邊呢 小小的透露一下 今年農曆七月的能量 主要是來自於一個 歸位 這個歸位就是 當你今天本來是沒有定義的事情 他會重新的獲得 他的新的定義 詳細更多的東西 我們會在直播中跟大家說 那農曆七月之前的準備呢有幾個 第一個呢當然就是 正常的進化法 上一次有一部水晶的 進化影片給大家看過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來教大家 如果今天是要進化空間的話 像煙燻法或噴霧法 這種要怎麼這樣做使用 那我們的煙燻法呢 可以使用直接天然的木條 像這個是聖木條 鼠尾草啊 雪松啊那些都可以 這個是艾草條已經捲好的 這樣比較好燒 那或者是你們家裡面有一些平常在點的現香 好聞的你覺得ok的現香 那當然我們盡量買天然的 這個也可以做使用 同時呢 嗨嗨大家 大家好 我們的那個乾爹又出現了 後來學生就都戲稱他為乾爹 我們的魔法粗鹽啦 魔法粗鹽會推薦大家可以在農曆七月的期間喔 這是期間 直接的放在那個屋裡面的角落 尤其是什麼廁所啦 廚房 這種比較多 可能會陰暗超濕 然後比較容易有比如說像食物腐敗 在你垃圾桶周圍 放這個 那如果你今天呢這個粗鹽的量有限 你在想說那我如果真的重點要放的話我要怎麼辦 我會建議你呢 以整個家的大小為原則 放四個角落 這是就是把家裡面圍起來的那種感覺 這樣是比較做推薦的 那如果你要第二部分的粗鹽呢 就可以額外的放在廁所一些 廚房一些 還有你的臥室的四個角落可以再來一點 好這是我的個人建議 好 那我們這個粗鹽呢 等一下就再來放 嗨 我們現在呢要做一個家裡的空間進化 我會建議大家把 門啊還有窗戶啊 包含前門後門所有屋子裡面的窗戶都把它打開來 這非常的重要因為 其實自然的能量也是非常好的進化方式 包含你的窗簾都把它拉開來 讓太陽可以照進來 你看像太陽進化法 太陽可以進化水晶 它當然可以進化屋子啦 自然的風也可以很好的進化環境 然後讓周圍的能量流 還有氣場的能量流全部都一起動起來喔 所以呢我們第一件事情會做開門 我們在做進化的時候呢 盡量是從上到下 那我們會把 門口還有窗戶這種能量進出的地方 特別的 做一個 完全的進化 進化 所以呢 門口這個方向就是會需要 降一整面 我們遇到牆角的時候會建議大家在 角落的地方 降上下的來回 因為角落是氣場結構來說 比較容易堵塞的一個位置喔 所以我們要這樣來回的一個做一個進化 在用噴霧做進化的時候呢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會從上面 還有角落 都是從上到下 做一個進化 那相信大家會有幾個小問題 第一個是 如果我今天是跟別人合住或是坐在別人家我可不可以做進化 當然是可以喔 因為今天既然對方已經同意你使用這個空間 你就相當於是有權利改善或是調整這個能量廠的其中一位 不然你的個人物品啊你的能量啊本來就也會影響到這個空間嘛 那再來呢 還有一個常見的問題是 如果今天家裡面有祖先排位 有些人會擔心說 我們在做這種 能量進化的時候 可能會打擾到祖先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做空間能量整理的時候 我們都會 先跟家裡面的 祖先包含著像我們這樣店裡面我們是有 那個媽祖的 所以我們都會先 不會先跟他們請示說 現在呢 我們要做一個 可能我要開儀式啦 能量會有變動啦 請問您准許嗎 這樣子 媽祖的話因為他覺得 進化是非常好的 所以進化我通常不用先問過他 可是祖先的話呢 進化是有可能會打擾到他們的 會建議大家先寶貝請示一下 如果沒有辦法 至少要 合時 因為寶貝可能家人會覺得說 你在幹嘛 那你至少合時跟祖先 商量一下說 等一下我要做進化 然後那個可能會就是 環境能量會有點變動啊 如果你會覺得稍微有點不舒服的話 要不要先出去玩一下 就是到旁邊逛逛之後 等一下再回來呢 這樣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OK 那相信剛剛的介紹大家就會發現說 其實上邦家裡面進化是非常的容易的 那其他的推薦的進化時間呢 還有就是在農曆過年之前 或者是像我們的清明節之前其實也是 類似 農曆七月的能量品質 所以也會推薦大家在清明節之前做一個進化喔 那就希望大家都擁有一個進化 非常快樂乾淨的屋子喔 拜拜 拜拜 拜拜